你还记得我 这里不是京都 不是你可以随便玩闹的地方 刚才顾元年确实没有在意这个人 但是多看了两眼 他就想起来了李燕明的身份 倒是没想到 老爷子竟然会将他放出来 顾总 这么着急做什么呀 你总得让江总说句话不是 说不定他就愿意 跟我一起去吃饭了呢 抱歉 我还有事 就不陪你们在这里胡闹了 你们自己玩吧 锦轩 这边 顾元年在纪锦轩出现的那一刻 眼神就阴沉了下来 他还以为江月熙今天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没想到 纪锦轩也跟着一起来了 这种场合 江月熙带着纪锦轩出现 他是想证明什么 我们走吧 江月熙文言 点点头 他走过李若林身边的时候 轻轻开口 你以为之前的事情 我会这么容易就放过你吗 李若林心里想什么 江月熙看得一清二楚 只是刚才 他没有说出来罢了 李若林的笑容 瞬间僵硬在了脸上 他刚才 听到了什么 自己刚才一定是听错了 江月熙不可能插到自己身上 若林 你的表情怎么这么难看 没事 我只是不小心想到了其他事情 不碍事 我们走吧 江月熙都已经离开了 他们再在这里待着也没有什么意思 反正 看顾元年和李燕明的表情 恐怕也不会再继续跟他们待在一起 白元文言看了一眼 顾元年 见他的注意力都在李燕明身上 想了想 还是没有开口 走吧 等人都走后 顾元年的脸色 才彻底冷了下来 你不好好在京都待着 来这里做什么 我只是在京都待得无聊了 来海城逛逛罢罢了 顾总不用管我 我玩够了 自己就会走 你在这里待多久 到时候 我让人送你回去 不用不用 爷爷已经给我安排了人上 顾总不用担心我 顾元年这哪里是想送他 明明就是想要赶他走而已 他来海城 就是为了研究顾元年 要是真的让他这么把自己送走了 还有什么意思 看来 能够制住顾元年的 当真只有江月熙了 想到刚才顾元年对江月熙的态度 李燕明瞬间改变了自己的计划 见李燕明坚持不告诉自己他的行程 顾元年也没有多问 反正 如果他真的想查的话 就算李燕明再怎么遮掩 也没有用 江月熙看着工作人员将他买的水晶拿了过来 便让他们放在桌子上 五千万 江月熙随意地看了一眼钻石旁边的纸条 上面清清楚楚地显示了钻石的价格 虽然是顾元年年的钱 江月熙还是忍不住皱了皱眉 五千万买一颗钻石 它是不是有点奢侈了 怎么 我在思考 这五千万 我能拿来做什么 这是面前这玩意儿 本来是觉得有点远时才买下来的 没想到 直接翻了十倍的价格 要是我把这五千万留着 那该有多好 换成别人说这话我倒是信 不过你 我后悔了 你说我现在要是把它卖给李锐林的话 他会不会要 行了 你要是真觉得不绝 那我给你补贴点 不用 这东西 也不是用我的钱买的 到时候心疼还轮不到我 我只是觉得 这五千万用都不值 说到这个 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啊 不认识 看起来应该不是海城的人 估计是什么地方的大少爷 出来没事找事的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却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是 和顾元年认识的人 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 再不简单又能怎么样 只要他不来招惹我就行 如果虽这么不长眼的话 那我也不用给他留面子 郑先生 你不能进去 先生 江总 我总算是找到你了 看你们这里这么空旷 不如多加我一个 江越西看着他的表情 很正常 没有什么不对劲 但是 越是正常 就代表越有古怪 我听说 你和顾元年的关系 不怎么好 如果你是为了八卦来的 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 不要这么酷嘛 我只是好奇 顾元年那样的人 怎么可能娶得到老婆 因为他眼神不好 我没有义务 替你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你想好好待在这儿 还是别说了 李燕明见他不想搭理自己 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反正 只要他能够混在江越西的身边 迟早会发现顾元年的真面 时间一到 拍卖正式开始 江越西双眼看着外面 这里的玻璃是特制的 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佳琪拍卖会的现场 今天拍卖的共有十件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乾隆时期的 江越西看了一眼台上的物品 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像这种收藏品 还是留给那些懂得欣赏她的人们 比较好 比价五百万 季萱 当时一会儿还没有让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就走吧 好 随后的几件物品 依旧不是江越西关注范围里的东西 如果全是这种自换一类的收藏品 抱歉 她现在没有空去欣赏 这么快你们就要走了 难道这么多东西还找不到一个让你们觉得有意思的吗 比如呢 我听说最后一个是好东西 要不然你们等着看看 月西 你看下面 江越西转过头 下面的拍卖台上放着一块晶莹剔透的玉 这是 她爸的东西 江越西此刻一脸的疑问 她爸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初江越西的父亲去世之后 她的母亲便带着她父亲留下来的所有东西 消失了一段时间 回来的时候只剩了个人 江越西之前也去找过她父亲的遗物 但是 一直都没有找到 那东西 有什么不对吗 李雁明听到两个人的话 开口问了一句 她看了半天 也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虽然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是江越西现在看到的 唯一一件父亲的遗物 如果让其他人拍去 怎么也说不过去 三百万的底价 短短一瞬间 便涨到了一千万 即便是习惯了挥金如土的李雁明 此刻看着这块玉的价格 也忍不住择舌 毕竟 在她眼里 这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玉 这块玉确实不算好 但是因为它的来历 所以 从当年开始 它的价格就是比较高的 你负责拍卖就行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这边 江越西的眼睛 一直都在拍卖台上 另一边 顾元年的目光 也停留在了拍卖台上 这玉 她在江越西父亲的身上见过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元年哥哥 你怎么了 没事 只是觉得有点眼熟而已 不过是一块玉 怎么还会眼熟 要是元年哥哥想要的话 我这就替你拍下来 不用 我去跟这儿的负责人说一声 让她给我留下就好 江越西 顾元年想到刚才江越西和季锦轩 一起离开的背影 眼里闪过一声怒意 之前她觉得 季锦轩碍眼 但是还没有到现在这种程度 如今再看见季锦轩 顾元年对她的不满 到了极点 明明江越西和自己还存在着婚姻关系 但是季锦轩竟然丝毫都没有顾及到这一点 当众和江越西走在一起 难道 她当自己是不存在的吗